许清之淡淡看了看医院的几个大字 可以吗 前一秒还在媒体前秀恩爱 现在就来医院 不怕被他们多想吗 转身抱着他便进了医院 你放我下来 我自己可以走 黎沫恍若未闻 黎沫 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事情 是比我肚子里的孩子重要的 我的确不舒服 所以我会看医生 你放开我 我自己走 黎沫 黎沫这次却没有拒绝 而是弯身将他放了下来 许清之站定 从包里拿出手机 走到一边拨通了电话 喂 厨艺 抱歉啊 刚刚没打招呼就走了 位置我发给你 还得麻烦你自己回去 我问你就别多管了 重要的是你 还好吗 我看看刚刚的气氛 好像不太对啊 没事 你不用担心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怪了 许清之脸下毛子 一边翻着通血路 一边转身走到了一边 喂 是唐主任吗 我是许清之 是这样 我最近突然觉得有些不舒服 就是偶然坚决的头晕目眩 我很担心 现在就在医院 您方便吗 好 那谢谢您 挂断电话 他并镜子朝着医院内部走去 轻车熟路 找到了妇产科主任的办公室 敲了敲门 他推翻门走了进去 转身想要带上门 却看到黎沫正站在门口 冷眼看着他 干什么 你又要干什么 怎么了吗 倒是稀奇 抱歉 打扰了 没关系 刚刚好不忙 唐主任 我这两天 两次感觉到头晕 是哪里的问题 会不会影响到宝宝 吃没吃违规的东西 应该没有啊 今天虽然在外面的餐厅用餐 但是第一次是发生在家里 把手给我 许青芝将手伸了过去 唐凡搭上他的脉搏 是不是没有把控好情绪 情绪对孕妇是至关重要的 当初我就是特意叮嘱过你 情绪把控不好 不但对你有影响 对孩子本身都是一件危害很大的事情 如果不想失去他 或者生出来哪里有问题 甚至以后的性格方面有缺陷 你最好把情绪控制好 那我现在对宝宝会有影响吗 后天的产检忙 许青芝点点头 提前到明天早上吧 记得空腹来 具体还要看看 检查之后的结果才知道 放心吧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只要他还安全地在你肚子里 一切都有办法 你该庆幸 你的情绪把控能力还是不错的 不然放到别人身上 怕这孩子的当场就没了 再敢胡言乱语 信不信我端了这个医院